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有些人呢 言之糟糟地说有 有些人呢 其实是疑心生暗鬼 这样吧 让我讲一个 在坟场发生的鬼故事给你听 正值五一旅游高峰期 也是小谷的生日 几个年轻人没钱去资博吃烧烤 决定上山庆祝 谁知这个山竟是坟场 到处都有骨灰坛子 年轻人不信邪 竟然还拿死人骨头消遣 殊不知鬼神可以不信 但是不可不敬的道理 晚上几个人吹着海风 吃着烧烤 属食也很惬意 期间小谷独自出来方便 忽然阴风阵阵 竟然看到一个美女在水里游泳 这可把小谷高兴坏了 我还以为今天晚上在这里 什么高头都没有 没想到上一队我还不保 赶紧回去告诉两个好机友 可是在回来的时候 水面平静的就像一面镜子 哪里有什么美女 小谷觉得很不可思议 好机友觉得被耍了 可是突然 小谷下载了当场 可是好机友们却说什么也没看到 任凭他怎么解释 都没人相信 你们两个人才白的 我刚刚明明就看到了 你还说 反正你车牛不打草稿的 我告诉你 我们不会相信你了 走 三人再次回到营地 却发现旁边又多了一顶帐篷 里面传出三个女孩的声音 几个人顿时觉得走了狗屎运 想跟我上床是不是 你别说那么直接 如果可以的话那最好 那得看你今天晚上怎么表现了 都是年轻人 几个人很快就混成一团 正商量着晚上倒点啥娱乐节目 小谷却突然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捡垃圾 于是上前帮忙 你怎么能看到我 那你真的要倒霉了 这可吓坏了小谷 赶紧跑回阵地 说自己又看到了脏东西 可是几个人根本不嫌 我看我见到你才要倒大霉呢 胆子这么小 要怎么追我啊 其实我胆子很大 是吗 那我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 玩什么 后山呢 全都是山坟 这个游戏就叫 抄 木 碑 几个人约定半个小时 抄写姓名生辰和继日 谁抄得越多越精准就算获胜 小谷正想和妹子加点彩头 肩膀却被人搭住 原来老人叫何博 是坟场的管理员 何博警告众人 不要惹事者生气 告别何博之后 几个人也分散去抄木碑 小谷正细心地记录着 抬头发现和自己一起的女孩 竟然跑出很远 不禁胆叹女孩子胆子真大 可是一回头 干嘛 吓我 要是想上床啊 就多抄几个啊 小谷只能继续多抄几个 可是看清楚墓碑之后 小谷却一脸不可置信 老人家 小谷正丝 永远不可置信 文费 感谢观看